奇迹课程证文 第一章 奇迹的真谛 第七节 对奇迹本能的曲解 一 曲解的支箭 会沉沉覆盖你的奇迹本能 使你难以意识到它的存在 把奇迹本能与生理本能 混为一谈 必会严重地扭曲你的支箭 生理本能只能算是一种 被误导的奇迹本能 真正的快感乃是来自 成行上主的旨意 因为违背上主旨意 无异于否定真我或自信 否定自信的结果 一定会将你导入幻象 唯有先修正这一错误 你才摆脱得了幻象的蒙蔽 你竟然相信自己能借外在之物 修复你与上主及弟兄的关系 别再自欺欺人了 二 上主的孩子 你是为了创造美善及神圣而受造的 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由于人们的眼光依旧灰暗不明 上主之爱不得不暂且透过有形之身来传达 你也能善用身体来拓展你的知见 获得肉眼无法看到的真实会见 这一学习可说是身体唯一的真实用途 三 幻想只是一种被扭曲了的会见 任何幻想都属于一种曲解 因为他们会扭曲之见 将人导向幻境 因曲解而产生的行动 其实只能算是一种本能反应 当事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幻想不过是依据自己虚妄的需求 来打造真相罢了 你一旦扭曲了真相 你的所知所见 并将你导向毁灭 幻想只是忘用联想能力的一种方式 企图从中获取一些快感 就算你真的看到自己联想或幻想出来之物 也不可能把它弄假成真的 只有你自己会把它当真 你必会相信自己所造之物 如果你给出的是奇迹 你也会同样相信这一奇迹的 于是 你的信念便有力量撑起领受奇迹之人的信心 只要奇迹的师者与受者双方 都看出了实相足以满足人心的特质 就无需借助于幻想了 唯有真相被篡夺而失落七位时 暴君才可能乘虚而入 人间只要还有一个奴隶存在 你就没有完全解脱 所以全面恢复圣子奥体的真相 成了心怀奇迹大智之人的唯一目标 四 此书是一部训练你起心动念的课程 整个学习过程要求某种程度的专注于研读 课程的后段十分仰赖前面这几张的基础 切莫掉以轻心 你需要他们为你打好基础 缺乏这个基础功夫 课程后半部会使你望而生畏 而难以发挥大用 然而 当你阅读前面几张时 你会开始看到不少留待下文分解的伏笔 五 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 人们常常混淆了恐惧与敬畏的心态 因此 这课程需要帮你打下稳固的基础 我曾说过 敬畏之心不适合套用于圣子身上 你也不该对你的同辈产生敬畏之心 但我又强调过 敬畏只适用于造物主钱 我也谨慎地向你澄清了 我在救赎计划中的角色 我无意自排身价 也无意自贬身价 我设法以同样的心态对待你 我一再声明 因着我们于生俱来的平等性 你不应对我心怀敬畏 随后 这课程会涉及较多 直接迈向上主的方法 但你若尚未准备周全 便贸然进入那些阶段 是不明智的 你很可能把敬畏与恐惧心态 搞混了 如此一来 那种经验对你可能是创伤 而非福分 终究来讲 疗愈是上主的事 疗愈的方法 已经仔细解释给你听了 也许 启示偶尔会向你揭露一些 终极景象 可是要达到彼岸 你还是得按部就班的走下去 本课结束 请继续下一课